哈尔滨的高女士 前段时间突然发现自己身上 有点不太对劲 最开始高女士身上十几个地方 长出了包 然后这些包开始变红 最后这些地方无一例外 都出现了红肿发炎的反应 她赶紧跑到社区诊所 去打消炎针 打了几天小眼针 高女士的情况不仅没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 从红肿发炎发展成化浓浪 又疼又仰不说 高女士还发起了低烧 看来打针输液没什么用 高女士赶紧住进了医院 这位女士来的时候 是全身多处红肿热痛 也就是炎症皮肤感染这样的表现 高女士身上的皮肤 居然出现了多达二十几处的感染化浓 可这么大范围的感染是怎么来的呢 而且医生发现 高女士身上感染化浓的部位 全都是非常有规律的对称分布的 而这种情况 她们还是头一回遇到 我们做了细菌的培养 但是常规的细菌培养没有结果 也就证明它不是普通的 常见的这些化浓用细菌 高女士这病实在是太过蹊跷 常规的细菌培养居然没有结果 连见多识广的医生 都查不出这是哪种化浓细菌 高女士究竟为什么会感染 那还得从十几天前说起 那天 高女士在自家超市里张罗生意 好不容易得了空 休息一会儿 喘口气 她便拿出手机刷起了朋友圈 这一刷不得了 好几条小视频把她给吸引住了 高女士定睛一看 哦原来这视频里说的是一种减肥手法 叫埋线减肥 看起来效果不错的样子 高女士心动了 再一看这发广告的 还是自己的朋友李女士 高女士立马就跟李女士联系上了 喂 小李啊 这一天 俩姐妹在高女士的超市里见了面 高女士一瞧 这小李可是比上一次见面那会儿瘦了不少啊 你看我是不是瘦了 瘦了八几 再一问 原来是埋线的功劳 就是埋线减肥的 效果特别好 肚子呀 腿呀什么的 都应该减减肥了 眼看着好姐妹都瘦了 高女士挺心动 连忙让李女士拿出了埋线产品 你看这个产品特别好 德国精口呢 原来让李女士成功瘦身的法宝就是这个 瞧着包装 那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呀 高女士越看越觉得这款产品很靠谱 放心 我这个都做了好一个人了 有没有能瘦下来 看了产品 高女士更心动了 可是这埋线听起来着实有点吓人 这线究竟要怎么才能够埋到身体里呢 把线往她里放 泡 然后给你打 李女士说 自己就是活招牌 她不光经营埋线减肥产品 自己还亲自体验 她还告诉高女士 埋线的过程其实一点都不疼 这线埋到穴位里之后 慢慢地就会被身体吸收 体重也就会随着降下来 放心吧 肯定会瘦的 本人自己也胖了一点嘛 而且她挺不透处的 就做了吧 她觉得不是该到 点天到了就不瘦吧 开始可惜中间 就这么年就做了 躺这吧 姐 慢点啊 高女士躺下之后 李女士便开始给她标穴位 标好了穴位之后便开始埋线了 这连标穴位带埋线下来 总共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李女士说的一点都不假 这二十多个部位 四十多根线 不疼不痒的 一会儿就全都埋好了 高女士满心欢喜地 送走了李女士 如今这线也埋好了 高女士就等着自己 减肥成功了 埋完线之后的几天 高女士是该忙生意忙生意 什么事也没耽误 她甚至几乎忘了自己 还做过这么一场小手术 直到身上出现了 红肿发炎的反应 最开始她都没往这事上想 毕竟李女士是自己的好朋友 她总不会坑自己的 更何况 高女士自己也曾是 美容圈的内容人 这样的小手术 在她看来 也是小意思一个 做美容行业 我不做太高的 我就是做生副理的 就这种类似的线 所以说呢 就是在文艺天网上 把这个线可吸收的 当时是埋了四十根的 所谓的减肥线 大部分都感染了 我们给它扩创 把一些脓排出来 同时也把一些线 给它排出来了 这可吸收的线 没被吸收不说 最恐怖的 还不止这些 如果要是没有及时地 切开将近二十个部位的 这样浓肿的话 病人会可能导致败血症 甚至危及生命 高女士不过是想埋个线 减个肥 却差点患上败血症 这个她自以为 最安全的减肥方法 非但不安全 还把自己给折腾进了医院里 而遭罪的还在后头呢 病人的换药过程呢 需要消毒 需要清洗 需要刮除一些坏死组织 需要清除它的线 还要用药水反复地冲洗 所以病人呢 可以说挺痛苦的 我们也很痛心 高女士怎么也没想到 埋线那会儿是挺简单 可埋线之后 却是翻倍的痛苦 每天都在换药 都是现在被换药 那是姐姐去睡一晚 平下心情 还在吃两个止痛药 每天将近一个小时的换药时间 成了高女士的噩梦 而这个时候 李女士也得知了高女士的遭遇 一方面 她担心自己会因此背上官司 另一方面 对于好几位高女士 她又的确是心怀愧疚 虽然现在将近快两个月了 我天天晚上 我没有一宿能睡过好觉的时候 她明天在里面换药 就这40多分钟 她在里面哭 我在外面哭 还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 自己的选择的东西 还是没选择正规的 李女士立马联系了 她的供货帐 就是每次的货发货的地址 都不是一个地方 都是好几个地方 然后在追问急了的话 有一个就把我给删了 然后找她 她不说话 你也不知道她真实性没有 她就写真实性没有 这么多人 全国这么多人怎么找 微信拉黑 电话不接 这商家居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 高女士和李女士 才终于意识到 想要找到产品的负责人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现在就是微整形行业 非常混乱 有一些不是医生的人 短期经过培训 就从事打肉毒素 打玻尿酸 打脂肪 这样的一个微整形项目 在宾馆 在所谓的会所 甚至在民宅里 像我们这个例子 是在这个超市的一个房间里 来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相应的一些防感染的措施 是不到位的 同时它的产品 也是个三无产品 医疗机构 医生和合格的产品 都不具备 高女士以前是做美容行业的 她没想过 会在这么一个小阴沟里面翻船 她这回 毁就毁在熟门熟路上了 她想 这美容行业我熟啊 医疗美容 生活美容 应该都差不多吧 再说了 这卖产品的又是一个熟人 她不光卖 她自个儿也在用 她就更放心了 结果这么一大意 就出了大麻烦 这卖产品的